比如说你过生日的时候 可能我不会提前去告诉你 但是我会 会跟公司领导请个假 然后就说带着玫瑰花 可能就说突然的 或者带回你喜欢的花装品呢 可能就说突然去给你去亲身 那男嘉宾还是一个蛮有心的人 这稀烂的创意 这7号过生日 如果2号过生日你带啥呢 可能是提前会订好一个包厢 这个蜡烛摆成一个星星 然后就是说再带你去 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摆什么蜡烛 你应该用辣椒摆成星星 他喜欢吃辣椒 我超能吃辣椒 所以我希望我的男朋友也很能吃辣 去卢山的时候旅游的时候 可能就说那边的辣椒比较辣 可能就是去淘宝淘亮官送你 送我一盒辣椒吗 你既然谈到了淘宝 我就把全国各地各式品牌的辣椒都给他买一罐 摆成一个星星 而且在辣椒中间全部摆上冰浪杂 你喜欢喝牛奶吗 喜欢 这个没问题 每天一杯奶 只有一杯奶 每天一桶买 我就觉得王翔是一个实惠型的暖男 想问一下 销售牛奶 这个中间有什么艰辛的地方 讲一件 今年急需要货 然后那天晚上是跟五个业务 套了13米5的车的 套了整整50吨的货 一起 泄了50吨 50吨啊 对 按照我们公司的理念来说 是客户的事也就是我们的第一责任要 我觉得他会像对待自己的这份工作 对待自己的客户一样 好好的对他的这个女朋友 我对他很有信心